講真的啦 反正只要大肆底定 但我現在是很擔心 你看連這個倒數的時鐘 都已經拿去現場了 我怕他們最後跟跨年一樣 在那邊 3 2 1 YA 然後都忘記去登記了 Happy New Year 對啊 不是 大家不要忘記 我不知道他們放那個時鐘在那邊幹嘛 是要讓大家看誰可以比較持久 體力比較好 是不是 不是啊 看誰要堅持到最後啊 你趕快要破局就直接一句話 要不要合作就一句話 現在也很簡單 你看 如果接下來破局 我就沒什麼第二句話好說 就是各選各的 那該贊就贊 但是其實從一開始我就講了 我們戰略設定就錯誤了 你從年初的時候 朱立宇你就不應該一直在那樣喊說什麼 要納非律啦 要納柯文哲啦 要納民眾黨啦 是你把它越講越大 你年初講的時候 國民黨支持者還在想說什麼 奇怪 柯文哲有那麼厲害嗎 你就像去年台北市長選舉一樣 你就邊緣化黃珊珊不就好了 他到時候就會自動被棄保掉 更何況 民眾黨的支持者 本身就沒有那麼穩固嘛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 結果你越講 然後大家想說 哇 柯文哲那麼厲害 哇 柯文哲那麼重要 那變成說 柯文哲好像我們也可以支持囉 所以合理的民調才沒有辦法 一直快速的往上嘛 那被你講到現在這樣子 他現在偉大不掉 他現在變成有底氣 你要吃他吃不掉 你如果從年初設定的戰略 你就是一直打他 或者是我們家就是競爭對手 我們當然不是為了打而打 該PK的去 該檢驗的就要檢驗 那到現在說不定他的民調 就已經消瘋了 那變成是柯文哲 可能要自動跟我們求和 甚至跟我們投降 你要吃他就容易一點嘛 講難聽一點也是這樣嘛 那現在你讓他偉大不掉 然後現在變成搞這個局出來 然後你人不知道躲到哪裡去 然後剛才講說 在飯店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好笑 你看柯文哲前面 自己之前 跟郭台銘到金門去的時候 不是晚上被拖到海邊去看海 然後隔天起來 然後郭台銘不是說他不記得嗎 還是也忘記 結果那一陣子 大家看民眾黨的所有人 包含發言人在內 他們講到郭台銘就一副就是 那個什麼 我們現在不太敢接他的電話啦 然後這個怕又重演 沒有 那個時候是直接說 他們覺得郭台銘有點可怕 對 那個時候 連這樣子的話都出來了 結果你看 這就是渣男的新聞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 渣男是怎樣做的 就是說有需求的時候 有需要的時候才會找你 你看這個柯文哲不是 對不對 柯文哲不是 你看這個前面 把郭台銘講成這個樣子 結果去跟侯友宜碰壁之後 晚上就跑去找郭台銘 然後跑去跟朱立文會面 然後沒事 又跑去找郭台銘 然後跟侯友宜講的不懂 又跑去找郭台銘 然後這個媽媽講說 你這個當副的就不要選 又跑去找郭台銘 你看我都覺得 郭台銘跟柯文哲體力 真的是蠻好的 對不對 然後還昨天還要刻意 去做個領表的動作 領表欸 選過舉的都知道 大家有看到賴清德有去領表嗎 沒有啊 為什麼 因為表單網路上就可以下載 我們都下載了 沒錯 現在的規定是 你直接去登記就可以 你只要那些表件準備好 而且誰現在 真的還真的會把他用手寫 大家都直接電腦key好 然後叫他去登記 所以你們還在搞這些政治動作 更不用講說昨天郭台銘 還公布這一份這個通電紀錄 我現在 好 剛剛大家這個輕鬆講完 現在認真講 郭台銘為什麼公布 這一份這個通電紀錄 我覺得他在傳達一個訊息 就是說 他想要下車 他本來就要下車 剛好你們兩個讓我有了地球 讓我有藉口下車 要不然我很簡單一個邏輯 郭台銘如果現在 我是要選總統的人 我還理你們啊 我還管你們啊 你們還找我來當老大 對啊 那找我當老大 你們兩個全部退選啊 怎麼還那麼樂意當統哭 對不對 柯文哲叫我去付房間錢 我就去付房間錢 很奇怪耶 那柯文哲在幹嘛 柯文哲我覺得 他根本就沒有想要合作 看得出來 柯文哲也想要合作 大家自己去看那個對話 因為主動打電話聯繫的 是侯友宜 侯友宜拜託郭台銘出來 來做這個統呼 來做這個大哥 然後結果郭台銘要打給柯文哲 柯文哲一開始還沒接嘛 然後後來講完之後 柯文哲才要再打 然後他說 我跟侯 兩個人都拜託你 不要去登記了 你來做公正的第三方 所以看得出來 侯友宜表面上 他雖然都沒有對柯文哲口出惡言 可是實際上 他就是如他自己所說的 就是他會等到最後一刻 努力到最後一刻 他還自己打電話 連郭台銘耶 嚴格說起來 郭台銘應該是跟他算是 柯文哲那是有情緒的競爭對手